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上周 标普白指数结束了连续两周的大幅下跌 周五 受富士罗素年度调整生效带动尾盘拉涨 最终 周线收涨6.45% 下周市场有众多看点 重点依然是各大央行未来几个月的加息速度和加息路径 美联储和多国央行官员将发表讲话 市场将继续重点关注其对通胀 经济衰退和货币政策走向的预调 上周 鲍威尔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做证词陈述 就经济衰退问题做出了迄今最明确的表态 承认大幅加息可能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软着陆非常具有挑战性 在市场持续动荡之际 下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欧央行行长拉加德 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将出席欧洲央行论坛 或释放过为明确的政策讯号 当下市场关注的焦点是 如何权衡平息通胀和经济增长 这一问题可能成为欧洲央行会议上反复出现的话题 此外 2022年FOMC票委 沈罗伊斯联储主席布拉德也将发表讲话 这位鹰派高官上周五表示 他支持加息靠前发力以控制通胀 今年年率或将上调至3.5% 高盛在上周报告中指出 面对遏制通胀和知识经济增长之间的取舍 在主要国家央行中 欧洲央行最不可能对加息犹豫不决 欧元区通胀率本月也可能会再次创下新高 经济学家预测通胀将达到8.5% 西班牙 德国等通胀将继续飙升 而将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数据 则可能会降至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目前已经连续第5个月下降 相比之下 美联储在选择遏制通胀和支持经济增长之间的比例在4比6 而加拿大央行 英国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则基本为5分 本周将有重磅数据相继出路 投资者可重点关注美国当周初勤失业金人数 核心PC物价指数年率 纪律和月率 当周EIA原油库存数据 6月Market和ISM制造业PMI终止等 上周EIA因系统原因推迟了多项数据报告 核心PC变动将成为观察通胀情况 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根据 重点中的重点 是美国将发布美联储最青睐的通胀指标核心PC数据 经济学家预计 通胀将继续加速并保持在高位 进而加到美联储在7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 尽管美联储在周五继续发出鹰派信号 但加息预期的速降温带动美股反弹 下周机构表示 由两个因素或推动美股继续反弹 一个是市场在销坏美联储鹰派加息预期的同时 也加大了衰退的预期 上周五美国六元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中值不及出值 创历史新低 较5月份数据大幅下滑 不过消费者的长期和短期通胀预期均有所回落 令市场对长期通胀预期松动的担忧暂时缓解 这也可能会降低美联储更激进加息的紧迫性 二是资金走向 上周五 作用超2000亿美元现金的共同基金开始入场并被动买入 而本月和本季度 或将有约300亿美元的美股资产 将迎来美国养老金再平衡的资金进流入 高盛认为 后者可能会推动美股上涨7% 美股养老金再平衡是指美国固定收益类养老金 在每月末或每季度末根据市场表现调仓 以维持股债配置比例 当即股票收益率小于债券收益率时 即末增配股市使其往往表现更好 当即股票与债券收益率差异较大 即末养老金处于再平衡而调仓 往往加大市场波动 2022年以来 由于市场变动以及流动性危机的加剧 资产再平衡的影响很大 例如在第一季度末 市场下跌了约10% 在进入季度末的最后一周 经历了约7%的大幅反弹 而在最近的月度再平衡中 接近5月底时市场下跌了10% 在进入月末时经历了7%的大幅反弹 摩根大通表示 根据历史数据 将意味着股票或许会上涨7%左右 在这个过程中 将推动标普指数重返最先超过4000点 之后将挑战4100点附近的关键阻力位 但同时强调 这是一种战术性看涨 并没有改变其中期看跌的观点 另外 在重要会议方面 在重重危机之下 七国集团峰会 即将于6月26日至28日 在德国巴法利亚州首府莫尼黑附近的爱尔茂宫召开 20世纪初 德国著名的神学家 哲学家约翰内斯米勒 在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人地区建造了爱尔茂宫 希望远离任何意识形态 打造一个自由的空间 本次峰会的议题涉及俄乌战争 气候变化 能源危机 粮食安全 经济复苏等话题 在俄乌战争持续升级的背景下 七国集团在此次会议中 将面临多年来最严重的挑战和危机 不过本次峰会气氛不错 约翰逊也意气焚发 他希望连任三期 第三个任期 也就是执政到2030年代中期 并希望缩小英国各地区经济差距 改革法律和移民体系 G7领导人表示 我们都必须表明 我们比普京更坚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句 势博其马的建议 让所有人会心一笑 此次的七国分会上 拜登登出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一致 这时宣布 G7国家将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黄金 就俄罗斯与全球金融体系 进行交易的能力而言 黄金是俄风一项重要的出口产品 是俄罗斯的主要裁员之一 近年三月 已经禁止俄罗斯黄金 进入全球最大黄金市场之一的伦敦市场 但瑞士依然还在从俄罗斯进口黄金 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未来两天 G7领导人 他将讨论如何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原油 如何支援乌克兰 针对俄罗斯成为峰会的头等大事 德国媒体称 今年议程的几乎所有主题都回到了基辅 除了进一步限制俄罗斯资源出口 一个由美方最初提出的制裁方案 也成为了G7重点议题 设定俄油价格上限 以限制俄罗斯能源收入 其中 实施限价的最实际方法是从保险入手 让英国和欧盟的保险公司 只给以规定价格购买额油的企业提供保险 然而彭博社指出 虽说绝大多数邮轮公司都在英国欧盟那里投保 但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 俄罗斯已经开始实施保陪协会的替代方案 通过俄罗斯国家在保险公司提供保险 而且不清楚其他主要买家会不会遵守价格上限 特别是盟友印度和大买家中国 更直白地说 如果实施限价的话 这种制裁将允许中国和印度公司 购买大幅折扣的额原油 而欧洲企业则被禁止以任何价格购买额油 为了防止俄罗斯继续用天然气进行报复 担忧俄数周内切断对欧管道天然气 德国正是提高天然气风险等级 将风险等级由预警提升至警戒 德国部长哈贝克号召民众 缩短洗澡时间 把平均的洗澡时间从10分钟缩短到5分钟 工作可以早出晚归 这样一来 回家后盖被子睡觉 冬天就不用取暖了 另外据报道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要重启了 据悉 德国正在考虑征用北溪二道管道的部分管道 不过这次是以一种俄罗斯方面不愿意看到的方式 目前 德国政府的计划是将北溪二号管道 在德国境内的部分国有化 然后将其与波罗的海液化天然气终端相连接 德国经济部官员已与北溪二号控股公司代表会面 讨论此事 报道指出 虽然这在技术上可行 但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再来简单说一下最新的战况 俄乌战争已爆发了122天 乌东战略城市北顿尼斯克 刚刚沦为俄罗斯军队的攻占城市 乌军部队在这一战役中投入了重兵集团 总兵力高达两三万人之多 俄军的进攻从一开始并不顺利 改变战术开始对乌军的有身力量 运输线进行打击 泽林斯基承认 乌军在顿巴斯每日伤亡600人以上 比之前大了很多 泽林斯基在深夜的视讯演说中也表示 乌克兰于过去24小时 遭到了45枚俄罗斯飞弹和火箭攻击 并形容俄军意图借此瓦解乌克兰人民的士气 但泽林斯基毫不气馁 他表示乌克兰将会收复遭俄罗斯夺战的全部城市 包括北顿尼斯克在内 就整个战局而言 北顿尼斯克之战对于俄军来说还算不上决定性的生命 也不是整个俄乌战事中的重大转折点 接下来的利西昌斯克 这个地方地势较高 地形更为复杂 战争可能会更加残酷 及其领导人也一致认为 现在是欧局势进程的关键时刻 有机会扭转战局 之前 乌克兰获得欧盟的正式候选国地位 这是加入欧洲联盟的第一步 作为准备申请加入欧盟的部分工作 下一步 乌克兰必须修改许多法规 包括强化法治 改善人权 削减寡头负荷的权力 打击腐败现象 以符合欧盟的标准 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 北约峰会将在6月29日至30日 与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曾将其称之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 加强北约的历史性机会 据外媒报道 此次北约峰会预计将讨论 向欧盟东部及俄罗斯及其盟友 白俄罗斯接壤的地区增兵 此外 峰会也有望就土耳其在瑞典和芬兰 加入北约上的反对立场问题 加以协商 这里北约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立陶宛和俄罗斯潜在的冲突可能性 欧盟和立陶宛对于俄罗斯飞地 加里宁格勒的封锁令俄罗斯措手不及 俄罗斯政理报称 俄方正在讨论俄防空部队 启动对立陶宛空域实施封锁的措施 这个举动非常危险 因为如果成为事实 那么这一举动将被视为事实上的宣战 立陶宛是北约成员 北约将不得不以军事手段予以回应 立陶宛总统表示 他不相信俄罗斯会在军事上挑战立陶宛 因为他的国家是北约成员国 我们也希望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否则就是真的黑天鹅事件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一轮美股熊市 市场虽然痛苦但并不恐慌 数据显示 恐惧指数表现远低于过去熊市高位 在2008年次贷危机 以及新冠疫情的初期 VX指数曾一度跃升至当前水平的两倍有余 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有分析称 说因为市场对于加息预期的反复变化 造成抛售趋势经常被反弹走势所打断 对于股市而言 这是一个有序的熊市 而不是彻底的恐慌 或者说机构在有序的撤退 有序的布局 又或者说真正的大风暴还没有到来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悲观时觉得天都要塌了 但乐观时就长得没有道理了 这就是股市 这也就是人生吧 没轮到你风口时只能装死 目前的市场行情 其实跟经济的基本面关系不大 更多的是靠资金 靠信心堆起来的 没有赚钱效益时 资金都跑光了 哪都缺钱 一旦有了赚钱效益 又全都回来了 这就是人性 所以嘛 我们要淡定一点 在进攻中防守 在防守中进攻 即使在熊市 这种10%左右的反弹机会 也会有很多 耐心持股 部分仓位低位赶买 高位赶卖 这个很重要 祝大家新的一周投资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